新北市推动老人共餐多年 老人共餐据点以及银法族俱乐部贬地开花 而市府为了感谢各公所里办公处 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各公庙的大力推动 特别颁发金利奖 今年在三支区共有四位幕后推手获奖 对此区长也表示非常感谢这些幕后的工程协助 让区内的银法长辈有更好的活动与生活的品质 这次我们三支区很荣幸的就在整个推动 银法族俱乐部关怀纪念上有四位的有力人士 那这四位呢也就是 那我们有古庄里的叶树子里长 那新庄里的林文章里长 还有三支自成综艺工的廖胜辉的理事长 还有三支老人会的曹一之理事长 那这四位就是在推动银法族俱乐部上的有力人士 在这个整个地方上来讲话 那除了我们公所还有地方的人士上来讲 他们在老人纪录部上 银法纪录部上 他们等于说也非常的尽心尽力 那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那实属难得 实际来到获奖的制成综艺工银法族俱乐部 可以看见干净整洁的长者活动与共餐环境 加上热心的志工协助老人家进行活动与用餐 以及新庄里银法族俱乐部里开心活动的老人家 每个小细节都是共餐推手们努力的痕迹 而除了表达对于市府的肯定感谢 也期许问来还要继续用心的为长辈来服务 帝政党与共产配合我们新八岐市政府 办理老人共餐以及云法族俱乐部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初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就有很多我们董监士 大家来募集那些那些基金 然后呢 来推动共餐这一个活动 在庙这一方面是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善款 所以在推动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善心人士都踊跃参与 那在我们提供营法族俱乐部 也给我们共餐的老人 在适当的时间里面 来营法族俱乐部来唱歌休闲 就是我们平时的老人 有在办法共餐 有在做的运动 刚刚我们市政府 提供这个空气 只要给我们的机会 进入这个中 是平时就这样做 就是平时就是这样 说我妈都来聊天 做运动 做一些什么 所公益 而营法族俱乐部 再三支遍地开花 吸手公所的力量 一同全力推动老人共餐服务 为了就是希望鼓励长辈 多多走出户外结交朋友 进而达成在地乐活 就地老化的友善服务目标 记者 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